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薩達小教室要來跟大家分享 位在初始空島坐標0017-1262-1418 有一個克洛格背著大背包 非常疲憊 沒有辦法跟上朋友 這個小支線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幫助他 就可以獲得兩個克洛格果實 可以看到周圍有很多材料 大家應該已經有想法了 可以搭一個小溜索讓克洛格過去 可是會發現溜索做好了要怎麼過去呢 此時使用救急手當將克洛格吸起來 黏在那個溜索上 記得自己也要上車 不然送他過去自己沒有過去就GG了 順利送達之後將他放下來 然後跟他的朋友說話 就可以獲得兩個克洛格果實 在初始空島的其他地方 也有同樣需要幫助的克洛格 記得要幫助他們獲得果實哦 好的 以上就是類壞的克洛格的攻略方法之一 大達最有趣的就是有1萬種解法 如果你有更酷的解法 坑求大家在留言區分享給我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 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